吃饭了朋友们 今天又吃这个红烧肉 特别烂糊 酸菜小笋 这个缺货缺了几个月 现在有货了 最香这个笋子 这个酸菜小笋 19块9发三包 里面是用酸菜 跟那个小笋子 小笋间做的特别好吃 年前就缺货了 然后今天他们从其他区道 掉了几百当中进来 你们可以快点拍 等一下晚上会的都没有了 你这样炒一炒 炒辣椒炒肉都好好吃 这个火炒酸菜小笋 炒到干嘛 炒烤肉都很不错 炒烤肉就一来 一杯 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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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鱼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吃 拜拜 吃饭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吃这个红烧肉 还有这个外婆菜炒辣椒 好吃 这个外婆菜炒辣椒 太香了 用的是葱厨家的外婆菜 大品牌 9块9两包 里面是萝卜干雪凌 芥菜三种菜做的 不辣的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炒鸡蛋 做蛋炒饭 包包子 包饺子 炒辣椒 都可以 小孩都可以吃 因为它不辣 我就是自己放的辣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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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拌一拌 可香了 最后一半 最后一半 我就是自己放的辣椒 吃饭了朋友们 今天咱们吃这个秋末炒肉片 这个木耳是五根的看 然后肉特别厚实 东北那边的秋末 肉厚 口感吃起来会比较好一点 老人小孩多吃点 这个对身体还是比较好的 这是干木 回去之后自己用冷水泡一下 好 干墨 天干 桃茶 水 水 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好吃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做都是这样的 直接泡一下就可以了 无根的 泡出来做就很厚实很好吃 给大家看 感谢观看